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很好 請大家好好把握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預計台灣這邊吹的偏東風到東南風 當然東部可能有時候地形的關係 雲量比較多 大致上天氣是不錯的 請大家好好把握 很難得喔 接下來下一波變化是在禮拜三晚上 預計有一套弱的封面 配合上後面有一點東北風會下來 所以北部東半部會轉為陰塵 降一點溫度但是沒有太多 一點點的感覺 中南部還是很穩定 下一波應該是禮拜天 所以五六日又是回溫的天氣 禮拜天到下禮拜一 目前來看的話禮拜天晚一點到禮拜一 或早晚還有點變動空間 或是說到下禮拜三 有沒有看到都是東北風又來了 預計會明顯再降溫再轉為有雨的天氣 請大家稍微留意 這樣穩定的天氣就要注意空氣污染 預計這幾天西半部空氣污染 本地的污染加上有點境外的污染 雖然飄來飄去 當然這個都會有一點影響 請大家稍微留意敏感的族群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近導致雖然說沒有什麼有一點變化 但是溫度上大致上是溫暖的 請大家好好珍惜 有時候中午的時候不要穿太多 短袖到長袖有時候都還可以 但是大致上 最近是一個穩定的時候 但是就是變化就下禮拜 預計下禮拜有一些冷空氣 可能快速的南下 當然這個還有很多的變數 我們還要靜待觀察 通常像春天的時候看這個冷空氣 可能都要在五六天前會比較準確 一個禮拜之後就參考用就好了 大致上這兩天有一點降溫就在禮拜四 在北部的區域 然後之後最後是回溫 有沒有看到這種27到29到30度的溫度 尤其是中南部有可能會接近到30度 請大家稍微留意大致上 清晨的第一溫度已經到20度以上了 非常的舒服 不過就是東半部又一吹東風 有一些地形的陣雨 但是預期不會那麼的大 這時候很零星的 西半部都很晴朗 就要注意空汙的問題 禮拜四禮拜五有點降雨要稍微留意 中南部要留意空氣污染 目前多數地方到達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大致上都是大氣光化反應所造成 溫度上大致上今天晚上涼涼的 但是還是很舒服 明天呢 其實各地有沒有看到29 28 9度都是回溫 南部的屏東甚至超過30度 西半部空氣品質比較糟 東半部空氣品質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珍惜了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勤勢的晴朗回溫 中午高溫28到30度 西半部留意空氣品質 桌山晚上封面掠過 周四北部溫降偶振雨 那下週溫度可能會降溫明顯 但是這變動很大 我們靜觀其變